什么是遗传学? 大家好,我是Andre Green医生 来自于佛蒙特大学医疗中心的儿童医院 在这个视频中,我将为大家解释一下遗传学的这个概念 遗传学是一门科学 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身体的各部和各部的如何运作 以及我们身体的某些特征是如何从我们的父母传给我们的孩子们的 在遗传学这门科学中 医生们会使用像基因和DNA这样的词语 基因和DNA表达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与其他人的身体相似而又不同 您的基因决定了您的眼睛颜色 皮肤颜色、头发颜色 以及您的身高 基因还为我们身体每个部分的生长提供了指示令 包括心脏、大脑、肺部等 基因是一种叫做DNA的物质组成 DNA为我们身体的成长、发育和健康提供了指令 遗传学这门科学有助于解释我们每个人的独特之处 为什么我们家庭成员会有相似的特征 为什么某些疾病或健康状况会在同一家族中遗传延伸 有时候基因会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可能包括DNA的丢失或添加 这些变化可能是从父母那一代开始的 但也可能无缘无故地发生了 大多数基因变化对我们的健康没有影响 但有时候基因的变化会导致我们的健康问题 这些变化的发生可能会在我们的出生前 婴儿期、童年期、甚至成年期被检查、诊断出来 如果基因发生变化 这并不是你父母或家族的过错 如果你想从专门从事遗传学的医生那里 了解有关您孩子可能存在的健康问题 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您可以做这个决定 任何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请与您孩子的家庭医生进行交谈 您也可以打电话给佛蒙特州家庭联络网 如果有需要 佛蒙特州家庭联络网会为您提供口译服务 所有信息都是保密 不会与社区分享 您可以拨打电话佛蒙特州家庭联络网 802-876-5315 如果想提前了解 您在与基因学医生面谈时 会获得何种信息或如何准备面谈的问题 请先看一下下面这个视频 题目为在与基因学医生面谈时 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